在我的身旁呢是未来的全新子品牌乐道带来的第一款车型乐道L6 Logo也变成了乐道专属的这个Logo 还有前大灯的设计也变成了这种分体式的前大灯 看上去还是挺精致的 至少比图片看上去要饱满精致很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说乐道L60它是一款纯电的车型 但是它是没有前备箱的 这个我问了官方的工作人员 他们给出的回复就是说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统筹和调研 觉得前备箱的利用率不是很高 所以取消了这个方案 到时候大家也不用再找前备箱的开启按键了 它是没有的 哦对了 还有一个功能配置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它终于回归了 就是这次乐道L60 它的交流充电口回归了 虽然我知道我也是未来车主 就是未来的车主基本是不用充电的 但是有了这个交流充电口 其实很多场景下还是安心很多 你们觉得呢 那么在车尾这里 尾灯和大灯做了一个呼应 没有做那种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我是觉得啊 车尾的这个设计这里 你看它有乐道的logo 还有这个envol的标识 放在一块就略显复杂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觉得说 只放这个envol是不是简洁好看很多 那么另外我们在车尾 还能够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在L60旁边有一个AWD的标识 这也就意味着 这辆L60呢 它是一个双电机四驱的版本 同时L60它也是有单电机后驱的版本可以选择的 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有非常多的配置区间和价格区间 可以拉伸 因为现在内饰还是处于保密阶段 我们不能拍 但是可以给大家透露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 第一个就是乐道它取消了方案盘前面那块液晶仪表 所有的驾驶信息都集成在了这块HUD以及中间那块巨大的中控屏上 这一次乐道L60用到了一块17.2英寸的非常大的一个中控屏 这个尺寸是跟理想L9的那块中控屏是一样大的了 但是有一个点比较可惜啊 就是我个人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NOMITO这次取消了 所以呢L60想要给大家呈现的是这种多以实用性为主的功能配置 接着呢就是未来品牌非常专注的这个换电服务 乐道也一定是享受到的因为这个毕竟属于是未来的亲儿子 一定是第一批就安排上 但是呢据我了解就是说只有未来第三代换电站 及以后的换电站才能够给乐道提供换电服务 但是呢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 就是乐道现在的电视度数还没有公布 网传是60度和90度 和未来现在旗下品牌的75度100度和150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换电站到底要怎么运营 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其实啊乐道这个品牌的出现目的非常的简单直接 就是用更低的价格也能够体会到未来的服务啊 包括换电啊这些一系列的体系 当然它也是来自准900伏的平台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L260什么样的价格 才能够在中型SUV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里面 好好地自杀一下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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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